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介绍一下楷书 行书 草书 这三种书体的基本常识与基本技法 第二个方面呢 准备把这个楷星草这三个部分的书法作品 完成情况 向大家呢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必要是做一些演示 那我想请问您 为什么您想把这个楷星草放在一起去讲呢 因为楷星草啊 它基本上是一个主体 我们知道书法史啊 应该说到现在 从它的自觉时期算起 应该有两千多年 那么这两千多年当中 我们应该说楷书 行书 草书 应该是一个主流 这是第一个原因 再一个呢 就是说楷书 行书 草书呢 它的实用性最强 我们目前呢 在学书法的时候 还必须考虑到它的实用价值 我想人们提到这个书体呢 首先想到的是真草力传 那么我想请问您 为什么人们学起书法来的时候 先学楷书 而不是先学那些力传之体呢 这个书法呀 它应该是有两大类 一种是静态的 一种是呢动态的 比如说传立 就应该说是静态的 那么楷书呢也是这样 它是啊 慢慢的一笔一画的在写 它不像行草那样 行书 草书呢 就连绵啊 有引带啊 有游丝啊 看得非常的活泼 那么这种书体呢 属于是动态的 我们要入手的时候呢 应该先从静态开始 而后再到动态 所以呢 学习书法这当中呢 应该从静态入手当中 楷书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为什么不从传立开始呢 这是因为我们考虑到 楷书它有非常强的一种实用价值 从汉代末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应该说楷书始终是一个统治性的书体 因此从楷书入手 是从实用价值考虑 至于说从书法艺人讲 从欣赏价值这个角度讲 从传和立入手是一样的 我们只是为了一个实用和欣赏 这个双重效果考虑 才从楷书入手 那么也就是说 从这个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两方面去考虑 那我还想问您 这个魏碑和楷行草之间 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魏碑主要他从复兴以来 到现在不过有二百多年的时间 这个时间可能不十分的精确 大约是这样 这个魏碑在从北魏 到清代当中这一千多年的时间 始终是被冷落的 几乎没有人去对他进行 再度的研究和发展 到这个清代以后 阮元 康有为 包士臣这些人呢 提倡这个悲学 使得魏碑呢 又重新获得了一个新的生命 那么从宏观上讲呢 魏碑呢 也应该属于楷书这个门类 但是呢 他却从时间上和楷书没法相比 因为从汉代以后 楷书始终是一个统治性的书体 魏碑呢 这当中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的空白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东西呢 还是策略在汉代以后 应该说从中游 王羲之 这些人当中 他们所讲的那个楷书 我们从这里讲起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楷行草 他们三者之间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我刚才说过了 在楷行草的成熟时期 应该说是呢 书法的自觉时期的到来 我们所说的撰历那段时间的时候 秦传啊 汉历啊 这个时间当中 虽然书法也有很高价值 但是从人们的心目中 它还不是一种啊 自觉的一种欣赏价值的东西 所以自从汉代以后 那么楷行草的成立 使得书法进入了一个完全自觉的阶段 也就在这个时间里边 楷行草也成为一种体系 比如说当初的奥王父子 王羲之王献之 就是楷书行书草书的典范 那么后来呢 它变成了一个书法的主流 尽管在这一两千年当中 转立也不间断的有书法家出现 但是要和楷书行书草书的书法家 相比之下 从数字上看还不成比 那么从这个大家研究的这个 这个倾向上看啊 也远不如楷行草这方面 书法家下的力量更大一些 因此说呢 楷书行书草书始终是书法的主流 这三个关系呢 也是如古人所讲 楷如令 行如走 草如奔 嗯 那么田老师 您刚才呢 把这个楷行草三者之间的这个关系 从宏观上给我们讲述了一下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呃 比如说楷与行 行与草 它们之间的这些内在联系 这个之间内在联系什么呢 还是从一个实用的前提之下 嗯 比如说 这个楷书呢 它就是因为取代了隶书 是因为它比隶书更简便 啊 那么行书呢 是在楷书的基础之上 是楷书的快写 增加了优思 检练了它的结体 增加引带 方比呢 多变为远比 实际在一定意义说 行书就是楷书的快写 这当然行书有它的特点 我们将来会向大家做比较详尽的介绍 那么草书呢 虽然它的诞生的这个 这个关系呢 不是依赖于楷书行书的 嗯 它是依赖于张草 但是到了楷书 在确立之后 那么金草 也就是说王羲之这一派的草书 也逐渐呢 和楷 行 这三个之间成为了一个系统和联系 因此说呢 张草呢 是隶书的体系 而我们见了讲金草 它应该是楷书行书的这个体系 尽管它的这个诞生的这个这个时间啊 等等都不相一致 但是它后来自然的这种形成 变为他们是一家人 因此呢 后代的书法家 也基本都是楷星草三部曲 每个书家都是这样一个步骤的往前推进 这就是他们之间内在的一个联系问题 那您给我们阐述清楚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行书呢 是楷书的快写 而不是草书的慢写 观众朋友 刚才呢 田老师为我们把这个楷行草三种书体 做了一个大略的介绍 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 还会对这三种书体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巧 做详细的讲解 田老师 我还想请问您 您刚才讲这个楷行草呢 是书法的主流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位有代表性的书家 那提起这个书法家呢 精通于凯行草的人太多了 这个从汉代以后 比如说东汉末年的中游张芝 这都是呃成为凯盛和草盛的两大家 到了后来的呃 西晋东晋这个时期 像二王父子 后来的谢氏家族 等等 人数相当的多 那么到了隋代 唐代 包括在前期的这个宋七良辰 都是书家林立 这些个人也都是呃 擅长于凯行草的书法家 那么到唐代 书家如林 在这个阶段当中 也是以凯行草为主流 那么后来呢 呃 五代诗国到这个宋代 宋代的苏黄米菜 都是擅长于行草这方面的大家 那么元代的赵孟甫也是这样 元代的另外的康黎子山 或者是呃 大家熟悉的显玉书这些人啊 也都是凯行草这方面的高手 到了明代呢 大家非常熟悉的 像温正宁啊 柱之山啊 呃 以及这个董七昌啊 后来清代初期的王夺呀 等等这些人 都是以写行草 楷书为擅长的 嗯 当然 我们说呢 这些人当中呢 也有很多人 八体尽能 而兼通汉 这个传利 在兼通传利当中呢 像这个 唐代的欧阳荀啊 呃 什么元代的赵孟甫 等等 确实人数不少 但是总体来说 从人数上 从我们现在 所能保留下来的字迹上看 都是与凯行草不成比例的 因此我们重点的介绍凯行草 也是跟书法这个主流有着关系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也就讲的 铁学专指凯行草而言 嗯 那田老师 呃 您刚才讲到了 这个书法作品的形式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书法作品的形式 都有哪些呢 这个应该从传统上说呀 嗯 书法作品的形式很多 嗯 我们这一次呢 就说要向大家重点介绍的 是那些基本形式 啊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调符 三方面能不能做一个大力的演示 让你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呢 那可以 这样刘芳咱们先写上凯书 好吧 现在我们写的是一篇小幅的楷书 书画家们经常把这种小幅作品称作四尺三材 就是把二乘四尺的宣纸呢 横结为三材 在我们这次这个电视节目中呢 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前说明一下 就是关于书法作品的用字问题 我们虽然在强调它的实用价值 但在书法作品当中 有基本上使用的都是一些个繁体字 还夹杂着一些个卑别字啊 一体字啊 甚至还有一些个传书楷画 历书楷画的东西 比如这个 这个 这个字念暖 就是温暖的暖的一个一体字 那这样呢 它就跟现行的一些规范的简化字呢 发生一些矛盾 等于呢 与实际应用呢 发生了矛盾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呢 我们向大家说明一下 第一呢 书法作品中使用繁体字 一体字 或者是卑别字等等 是为了表现书法的形式美 丰富这个书法的内容 之所以汉字能够产生书法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汉字的复杂的字形 以及结构上的多变性 因此才出现了书法这门深奥的艺术门类 如果把汉字结构简化了 它的主要意义 也就被淡化 但是有一点要向大家说明白 就是这些东西呢 只能限于在书法作品当中去使用 在平时的书写当中 不要使用它 防止在认读上造成混乱 对于这个书法方面 接触少的一些朋友来说呢 会在认读的这个方面上 发生一些困难 那么我们对于书写者呢 与欣赏者两个方面 都需要提点要求 就是说欣赏者呢 对于这个书法家来讲呢 不要责难他们呢 不应该写繁体字 一体字 乃至卑别字 不必这样责难他们 因为他们表现得着 是书法的一个作用 那么对于这个书家来讲呢 我们也应该提点要求 就是你呢 写的这些个一体字 好卑别字 好等等 必须有出处 而不能够随意的互编烂造 以这个读者不认识 为自己的快事 这是不可取的 与人善言 暖如不薄 对 这是荀子的话 荀子的话 咱们再写一张新书啊 嗯 新书在文字的使用方面呢 更宽放于楷书 对于这个书法方面 接触少的一些朋友来说呢 会在认读的这个方面上 发生一些困难 对于这个书法方面来说呢 这句话是出自哪儿啊 这是汪国维的一句话 甚至他一句涟雨 嗯 您下面再给我们演示一下草书 好吧 好的 行 好 好 草书呢比较不容易认读了 对 那么您写的就是 这是新子的又是又一段话 生而通生 长而易俗 教士之然也 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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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们讲一讲关于楷书的作品完成情况 尽管在以前我们已经讲过了 卡书作品的一些基础常识 下一次有关完成作品的一些具体情况 我们再底下详细的谈一谈 好的 好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